一星期一本书 越急躁,越容易自乱阵脚 的确,人活着不如一世十之八九 心态一旦崩盘,事情只会更糟 人生中的很多懊悔,往往都是意识冲动惹下的祸 遇事冷处理,是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 下面我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来源于作者吴小五的讲述 有回下雨天,老张两口子开车跟一辆违规左转的摩托车撞上了 见车子只是一点擦伤 老张本着得饶人处起饶人的想法 准备跟车主私聊 没想到对方根本不领情不说 还抡起路边的雨棚架子,狠狠地朝他的汽车砸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老张忍不住怒火中烧 你会砸我没手吗? 我也砸,我砸得比你更凶,看谁狠 看情况不对,一旁的老婆赶紧死死拽住了他 别冲动,生气能解决问题吗? 老婆紧张得全是汗的手心,让老张打了个机灵 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他站在一旁,看着对方砸完车扬长而去 愣是一声都没坑 十分钟后,交警赶到了现场 一个月后,判决结果出来了 摩托车主违规转弯,肇事逃逸 故意损坏他人财物,三罪并法 不仅被吊销了驾照,还要支付一笔巨额罚款,赔偿款 看到肇事者当场垂头顿足,悔不当初 老张忍不住在心里庆幸 还好老婆救了我,否则我可能肿了一只眼,瘸了一条腿 说不定还要留下案底 第二个故事是媒体人李小易的两段亲身经历 刚参加工作那年,有天晚上他回到出租屋 发现门锁坏了 上上下下地折腾好一阵子,还是怎么都打不开 本来白天走了一天的路,就又累又困 结果回到家,还碰上这种糟心事 他觉得又烦躁又委屈 忍不住就打给异地的男友诉苦 结果两人几句话不对付 对着电话硬生生吵了快一个小时 原本就憋了一肚子火的李小易 这回情绪一下子爆发了 他先是给远在外地的父母打电话 一边抹眼泪,一边抱怨 然后又哭着寒醒了 同在一个城市的爷爷和叔叔一大家子人 等大家大老远地赶到他家 撬开锁后,已经是大半夜了 一群人折腾得精疲力尽 最后还要匆匆折返回去 上个月底,同样的一幕再次戏剧性地上演了 晚上快十点,李小易下班回到家 发现公寓的锁怎么折腾都打不开 他看着紧闭的大门 想起了二十年前那个一地鸡毛的晚上 然后脑子里很快就跳出来三个选项 第一,喊家政阿姨过来 用备用钥匙试试 第二,让开锁公司来撬锁 第三,先去外面凑合一碗 明天再说 想到第二天还有工作 一番权衡之后 他很快入住了最近的酒店 并预约了隔天的开锁服务 而这回整个过程他只花了不到半个小时 为什么要讲这两个故事呢? 因为这些年经历的越多 我就越发认同一句话 生活中,大多数烦恼都是我们的情绪带来的 而不是事情本身差到无法处理 遇到不顺心的事,就开始焦躁不安 把很简单的事情搞成一团乱马 跟朋友聊着聊着,一言不合就口不择言 结果断送了一段原本很亲近的关系 跟人发生矛盾 一时没控制住脾气 最后事情没解决 还惹来一连串的麻烦 到最后 情绪是发泄完了 留下的伤害和遗憾 却是永远的 心理学家费斯汀格 提出过一个很出名的法则 生活中的10% 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 而另外的90% 则是由你的反应所决定的 换言之 生活中有10%的事情 是我们无法掌控的 而另外的90% 却是我们能掌控的 很多事情 换一种处理方式 就可能会换一种结局 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两个故事 开车发生点磕磕碰碰 总是难免的 交给交警处理不就得了 要是丢了门锁坏了 也是尝试 喊个开锁师傅 不出半个小时就能解决 盲目冲动行事 只会让小问题 生出更多大问题来 控制好情绪 可以避免生活中 一大半的烦恼 后来再谈起 两次坏锁的经历 李小一老师的一段话 让我印象很深 两件相隔了二十年的事 情况相同 结果居然天差地别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情绪成熟度变了 我开始懂得把处理问题 放在发泄情绪的前面 人活着 总是难免碰到不顺心的事 真正成熟的人 都懂得不动声色地 做自己的百度人 刚进职场的时候 曾碰到一个很敬重的领导 有次部门临时 接到一个很急的项目 大家为此熬了好几晚 眼看就要完成了 却碰到了一个突发状况 对接的媒介经理 漏发了客户新增加的项目需求 这意味着 之前的工作都要推导重来 而此时距离提交时间 还有不到二十小时 有人打电话找媒介要说法 可对方不仅没有道歉 还试图推卸责任 大家气得不行 都绝望地以为项目要完蛋了 然后我看到领导 到卫生间洗了把脸 很快就重新回到工位 一边打电话 申请来了两个经验丰富的帮手 一边对着新的客户需求 重新分工 别生气 咱们还有时间不是吗 在他的安抚下 大家的心情很快平复下来 一群人一直忙活到第二天早上 总算是赶在截止日期 改完了方案 我在他手下做了两年 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浴室最有水平的处理方式 就是冷处理 工作家庭也好 生活也罢 难免会碰到棘手的事 就像老话讲的 适急则缓 适缓则缓 情绪平稳了 头脑才能清醒 心静下来 才能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最后 想送给大家一段 让我受益很深的话 成年人的生活有太多不易 但人不该活成一团情绪 你是个大人了 要学着把事情放一放 把气收一收 懂得冷处理 过日子就是 麻烦叠着麻烦 烦恼追着烦恼 所有坏情绪 最后买单的 都是自己 永远记住 怒时不言 脑时不争 乱时不绝 给自己一个冷静的机会 事情才有回旋的余地 做情绪的主人 才能掌控自己的人生 赢得生活的奖赏 与朋友们共勉 这篇文章就和大家 分享到这里 感谢收听 如果喜欢这篇文章 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和更多的朋友分享 我是文倩 我在小龙虾之乡 湖北前江 祝你晚安 好吗 感谢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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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